二十六項要骰 那我們就可以六點嚴格制嘛 五的就先叫他滾 五的叫那個提案的滾回去自己想 好 自己看這些廣告 誰提的 我提的 就是第一項他看到一個招豬就這樣 我現在是提案要骰嗎 要不要去詢問 只是詢問而已 因為不是一定要豬嘛 豬還要再評估預算 快點啦 快點 來 下一個比賽 四點啦 太好了 好 翔哥隊的真三點 一百名之後網球員當代人 這我提的 就因為我覺得一百名之後沒有人想找 就他們會很偏 Luner不是一百名之後啊 不是啊 Luner是前死啊 沒有啊 是一百名之後吧 前死啊 你差了 不要變這個 不重要 我記得一百九一集 沒有啊 剛剛就不重要 變這個不重要 整個提案無殺掉 要變這個更好是什麼 就丟下來吧 沒有啊 沒有掉 現在還要 好啦 好啦 重要啦 誰啦 你們可以接受再變 沒有 你那個是不同人 你搞錯了 你搞錯了 就是誰而已 就招成上次角的那個嘛 好啦 趕快先骰啦 好 先骰 一點 好 三展示放求冤照片加簡介 就我們那個櫃子啊 裡面有一堆 四月前十名的人的簽名 好骰 二零二零二零三零 一百零三零啊 不要 不要 你的筆記型電腦是不是沒有開啟飛行模式 筆記型電腦是不是沒有開啟飛行模式 幹 你這個是錯誤的 不知道恩養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他這是雙打成績耶 這是雙打成績 你看單打成績是七啊 對啊 幹 你那什麼雙打成績 你這個 誤導 當然要展示放求冤照片的簡介 六點啊 這是好的提案 因為我們都已經拿到他們簽名了 就擺一下那個照片跟那個求冤的介紹 這樣人家就會 就是那邊有三個 有兩個是女網的 有一個是男網的 都是世界前十名的 誒 所以這很關鍵 要塞負責人 對啊 知道 誰負責 誰懂網球 黃之漢 黃之漢 一點 黃承軒 蛤 黃承軒 我嗎 黃承軒懂網球 我懂什麼 好好好 我啊我啊 你知道排名嗎 兩點 看起來你也知道排名啊 兩點啊我兩點啊 傑克森啊 傑克森比他懂 六你看你看 果然是個適合傑克森 事情的目的 讓大家以為這些球員是我們的產品代言 三點好啦不能用詐數 增添那個辦公室的活潑性 增添辦公室活潑性 五點 浪費傑克的時間 浪費傑克的時間 六點 哈哈哈哈哈哈 自信的方式 自信的方式喔 那現在的話如果都增添浪費傑克的時間 我增添 我就是要叫他那個研究出 自己研究出那些是誰的簽名 哈哈哈哈 我就不跟他提示了 研究出誰的簽名之後再自己去找照片來用 二要弄人力 傑克 就你自己 他本人 對啊因為你要浪費他的時間 對對對 不能讓他問王思汗 不然你就知道了嗎 不然就是要被王思汗的時間 所以要誤者問王思汗 執行方式上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限制啦 就是 但是他問王思汗的話 欸可不對啊 他問王思汗不是要犯規嗎 王思汗不會亂回答啦 你突然問他 他絕對會說什麼 這有什麼炸 然後就不會回答 哈哈哈哈 你要問一下就要問一下 他會裝模型 因為腦袋比較簡單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會直接跟你說 下一個 消耗成本 0元不是嗎 傑克森的時間 大家在0元嗎 就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完全的定義 反正定義就是要 知道正確的三個人 然後要 把那個照片什麼 貼在那個 就該擺設擺設好 好 實現 怎樣 實現 實現喔 不知道多久 三個禮拜 幹 4個禮拜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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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褻毒骰子 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24小時就搞定 哈哈哈哈 不可能中啦 因為你都說要浪費他的時間 就是要浪費9一點 4個禮拜 5點 那就是要往上 3天 不要再往下 不要再往下 那是褻毒骰子 那就是 3 4 5 5個禮拜 哈哈哈哈 5個禮拜幾點 我覺得是5小時 這個 哈哈哈哈 好嚇死 那就是到 到你們從新加坡回來之前 到黃宣 太龍統了 太龍統了 6點 噢 趕快明天搭飛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